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廖教練今天又帶大家來打羽毛球囉 今天這一集非常的特別 是我們頻道第一次拍攝單打的項目 我們這一次請到的來賓也是我的學長 這個學長非常的厲害 他在選手時期那種自我要求的一個標準真的是蠻嚇人的 就我自己是選手的身份來看 他真的就是自我要求很高的選手 那他目前從選手退下來來當基層的教練 那今天我們也來分享一下他的技術 他會幫我們帶來幾個課表 那他生涯的成績呢 等我一下 成績太多了 看一下手機 我們講比較好的成績就好了 荷蘭羽球大獎賽的冠軍 然後馬來西亞羽球國際挑戰賽的冠軍 然後市井賽、亞井賽都是前八名 那再來就是亞運男團銅牌 那我今天請的這個主角 他主要負責的是男單的部分 那他是一個非常強大的選手 很多球友都會稱他為阿門 因為他本身是基督教嘛 那大家應該猜得到是誰 我們來歡迎一下台灣巨炮入場 來,學長 學長好 你好你好你好 要跟我們大家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學學藝 今天 很緊張 因為邀請到學長 跟方建民是 同學 是同學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在河庫也有遇到過 那時候學長還是選手 看到學長那個壓力蠻大 因為我說過 這種年紀在球界的倫理當中 就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落差 今天要請學長來幫我們上課 是 那請問學長 那個殺球怎麼殺的 就其實像我的攻擊的話 這個不用再認真 對,要再認真就好 就是我的進攻的話 通常就是 對 先放鬆嘛 他等到擊球的那一瞬間 再發力 可是我比較要求的是 前臂這裡的尾段 我都會讓他想辦法保持平衡 不要去晃動 你看學長從第一開始開場 我們比較輕鬆的狀況之下 他就非常進入狀況了 希望就是這麼自律的人 今天學長會幫我們 帶兩個課表來嗎 對 第一課表是拉掉突擊 我們先來run一run之後 我們再來講一些重點 不是 沒關係 不是 不是 不能 反付 像拉吊吐吉他的重點是什麼? 顧名思義他在單打是比較常屬的一種 就是先吊動 確實把對手視角 把他大範圍的吊動開 然後找到機會的時候 我們再給予一拍的變化 可能速度要加快 或是節奏跟出手的時間上的改變 那像我們剛剛在練習的時候 我發現如果你的攻擊 並沒有說做得很多 對 那你剛剛也有跟我講 如果拉吊吐吉 所以先拉吐吉 再吐吉 如果是你自己在練球 會大概抓幾拍? 像我在拉的話 拍數大概我會介於到7到8拍 再做變化去搶攻 吐吉這樣子 那學長你在練這個課表 就是你練這個課表的重心會放在哪裡? 像我的重心的話 我會放在如果今天是1對1 那當然像比賽一樣 先把對手有效的大範圍的把他吊動開 讓他的重心不是保持得這麼好 確實吊動的時候 他重心空檔出來了 我們在那一拍在給予適當的突擊 因為這次在單打裡面 所有戰術裡面是最普遍的 但是他也是 基本款 最重要的 如果是我下去操作 你覺得會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其實不錯啊 因為你有進攻 所以我等一下如果可以跟你嘗試 就是1對1的拉掉突擊 對 我們等一下可以嘗試看 觀眾一定想要看我一個人打拉掉突擊 剛剛聽學長說 你們職業隊都是1對1在做這個東西 但會限制你們一邊不殺球嗎? 還是兩邊都可以殺球? 就是輪流 就是可能前15分鐘或前20分鐘是單邊的 後來再換另外一邊 所以在練球的過程當中 並不是說兩邊都可以攻擊 就是固定一邊攻擊 如果兩邊可以攻擊 就會變成練空反空了 他在練拉掉突擊當中 其實另外一邊在練拉掉防守 對防守 如果在變化的那一拍 或那個時間的時候 另外一邊也是被列下層的防守 那其實我剛剛在練球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學長有一個算Key War 好像沒講到 不知道是忘記還是那個頭上部 我們這個頻道沒有讓選手在頭上部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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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打選手最基本的進攻之後 他跟雙打不一樣的之處 他是沒有搭檔可以去輔助你的 所以你通常在你有把握 你所謂的拉掉 然後七八拍之後 你有把握的時候 你做攻擊完 你對前四點的跟動能力都會怎麼樣 這個你要跟觀眾說明一下 因為學長剛剛講那個 根本就是一般人會講的 你要怎麼講Key War的好不好 抱歉抱歉 抱歉抱歉 像我們有時候拉掉起來的時候 現在補片人蠻常犯的一個錯誤 就是等到那一拍起來 他去做進攻 可是他卻沒有選擇連續的跟上跟追擊 很多可能殺了 但是球來的時候 他就很消極的再把他還回去 可是像這個時候在練這段 你可能就要槍掉 進攻完上去的組織 不管是你是要壓球 或是戳 盡量啦 因為一個人在練嘛 盡量的話 就要跟到高點 來做組織跟破壞 那當然如果可以就是上去直接一拍就對了 對 反正就是殺完球 那個前四點的追擊要非常強大 對 可能要跟得上 很多人殺了都還在下手 對 好那大概這就是我們 拉掉突擊的一個重點 對 不然我們嘗試一對一好了 好 好我們來跟學長嘗試一下一對一 我攻擊啦 因為畢竟我是攻擊手嘛 你要守住啊 我盡量 我盡量 台灣牆壁差點被我打穿 我有看我有看 他很辛苦 你看他守得很辛苦啦 沒有在開玩笑的啦 我盡量到那個90秒鐘 在救命是不是 對 我們打C 我們就去挑戰一下 爬音劇怕中 這樣可以對不對 哇 靠 靠 要 啊 憲哥 我們這個不要拍了 這個沒有算算 這個 我們今天這個到這裡 可以就好好不好 我們今天 下一個課表啦 這個沒有勝算 教教育辛苦了 憲哥我們剛剛打了幾分鐘的 兩三分鐘 慢慢來,慢慢來 這個沒有在end的啦 我有一個疑問啊 基本上我跟你是沒辦法練的 我每次在後仰的時候都很不舒服 對 那是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你的一開始 你回防的重心給的太多了 給的太前四點 對,通常我們回來 我們會有點緩緩的 的步伐要準備回來 因為打單打 但是我發現 因為可能你是雙打的關係 你們上去的風力都太... 炒的都太多力了 對 所以它對體能上面消耗是蠻大 因為打單打,這樣的話是沒辦法的 對 那因為我們雙打如果打長球會被笑 我知道 所以難得沒有在打長球的啦 對 所以我們都搶前四點而已 所以說習性不同嘛 我跟你講,你這樣跟我修正完 待會我再跟他打比賽的時候 你可能會更難打 我們就不要傷害觀眾的眼睛啦 因為我覺得剛剛這樣練實在沒什麼 待會就直接進行第二段 好 那第二段課表我們是要練... 防守反擊 我們三個人都可以攻擊 那一開始的重點是二的人 他們當然是先進攻 我先都做好防守 對 然後等到防守過去行進當中 去找機會 可能對手的時候會出一些比較... 舌量不好的球 對 就把握那一顆 所以跟拉掉突擊一樣 你如果攻的時候,你必須連貫 尤其在往前的時候 可以再做一些壓迫啦 或是一些再重複的戳網 其實打單打跟雙打都一樣 我覺得大同小異對不對 不是形態不一樣而已 對對對 因為攻擊都講究什麼 就是連貫 連貫啊 連貫 然後最高是往前 要做得起來 所以你等一下會炫 聽說你在選手時期的炫也蠻兇的對不對 沒有 其實我打球 我都是... 我是很基本的動作而已 對 講究正確的基本動作比較重要 其實我們訪問那麼多選手 目前還沒有交過有花式 所以這邊也提醒各位年輕的選手 或是比較中階的球友說 打球不要去追求花式 因為其實打到像他這種成績的 剛剛講成績忘記講 那全國男甲單的排名 已經拿冠軍不知道拿到幾次了 這五根算不出來 超過嘛對不對 他還是在打基本的東西 所以那種花式的東西盡可能就... 還是不要 如果個人習慣的手法可以嗎? 當然可以 如果是你的特色 那我覺得你最好都是拿在高點 對 加上你平常有刻意的去練習 成功率高有效才是真的嗎? 對 還是回到那一句啦 我們在追求的是火散率 那我們就來第二段課表 你還可以嗎? 我可以啊 我剛熱而已啦 那就請小朋友來幫我們了嘛 好 那請小朋友上來 好啊 好啊 是 好啊 還是 是啊 硬 gag 踉2 太漂亮 虹 aş伽 我們剛剛練 黃手反攻喔 手中反攻 手中反攻 都一樣 意思一樣 抱歉 抱歉 你覺得我殺球怎麼樣? 教練殺球真的非常重 我跟你說 他們都懷疑我的殺球 他從高中到現在 他在進攻真的是蠻有依靠的 我打球這麼久就只有殺球而已 沒有 他那一顆平抽 連貫的其實真的是 對 我跟你講 我要付出了 接下來現役選手要緊張了 沒有 看一下 看一下 學長剛剛帶我們打這個 手中反攻嘛 如果選手要執行這個課表 你覺得他最重要的心法 還有他執行的一個關鍵在哪裡? 最近看了那麼多的在比賽在練習 其實我發現他防守都有一個盲點就是 對方要進攻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那個時候是已經算是 停下來 進止好了 對 然後去抓他的出手 可是很多人都還在移動當中 等待要殺的時候 你還在動 結果下來的時候 時間都抓不住 哦 你們在守防守的時候 就會站穩穩的 類似跟我們雙打不一樣 對 你都先取好了 對對對 重心跟位置你取好了 再來 那我知道有時候一對一 可能你回不了中間 其實大家回不了中間 都還會有個迷失 我一定回到中間 可是因為你覺得球是越來越快 你回不了的時候 在那邊 以那邊為一個重心就好 你就不需要特別再回來了 但很多人就是 依我現在來看啦 對 好了 個人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 沒有 我應該要回一次 本台立場就是本台立場嗎? 改變言論 我們一起不翻車啊 沒有 翻車了 開玩笑了 分享啦 因為我們也不是教嘛 就是你來分享你的手技的 對 對對對 喜歡就拿去 還在移動 那移動的重心都還沒有保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 對 你的手當然就不是這麼的好 然後第二點 我覺得第二點是一個東西就是 延展 尤其是兩側 剛才你有講到延展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做給大家看 什麼延展這樣子 就可能像一般的單打在手 它就只是 腳 腳就脫下來 對 甚至它只有手 這樣殺很多線 我們能登過去要那個 你的身體 其實我是覺得可以距離過來 相對的你的線就很容易到邊線了 所以腳配合身體嗎? 還是只有單身套身體 當然是腳 其實我們講那麼多 還是你的腳要先動 你說人家殺過來 你的腳到這裡 但球已經過來 你的腳當然要先注意一下 所以你蹲過來 還是會做一個洗動步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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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跟得過了 對 像剛剛學長講的就是身體延展的部分 對 對 反正就是腳配合身體啦 對 那這個其實我打單打最討厭的地方就是說 我相信有很多選手跟我心裡的納悶是一樣的 就是說 到底要守哪裡 這個的話我覺得就是平常訓練要練的夠多 我們是會以身體的動態 開面的動態嗎? 最基本就是這樣啦 對 但是因為水準在提升 所以有可能有些選手他打到某個程度 他會用身體去騙人 或是用他的手對不對? 對 他是用手去騙人 所以你打單打的部分可能就是用這些東西去評斷嗎? 對呀 但沒有一定 沒有一定沒有一定 理論上是這樣子 除了延展的部分還有什麼? 可能像剛剛我們說的喔 比如說有的人他在被吊動 對 吊動了 可是他人還在移動 可是對方已經要擊球 對 這時候不用一定急著要回中 因為等你回來球可能已經下來 對 這時候你來不及了 你就以這邊為中心點 你就不要再回來了 那這邊怎麼辦? 那當然就是一樣是靠腳 因為對方已經要出手了 你就算再回來 他砸下來 其實你也來不及了 那你乾脆就以一個地方為中心點 對 以這邊來啟動去救 但是前提是來不及的狀態之下 來不及的狀態之下 對 這是最不理想的 對 那如果當然可以的話 當然當然當然 還是以中間為中心點 你在守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對手 如果說他已經被動了 你救過去那個球 你自己大概知道是有效或無效 被動的時候他跳球 其實你就可以開始調整你的站位 因為你要進攻啦 你要反擊 因為如果要進攻右手邊 你就可能要稍微測一下 腳步趕快馬上調整 因為你要做起跳了 那相對的頭頂 像在這邊也一樣 可能很多人想說 頭頂我怎樣 那當然你有那個能力也可以 就是更多的 打到更高階的 他會用左腳 直接重心 蹬一步 就起跳了 所以用突擊的方式下去處理誰可選 我覺得這個身體技能應該蠻強大的 所以我說這段的話 這個頻道就比較適合 對對對 所以說如果像小長講的嘛 你也可以直接用我們的左腳 直接做類似雙腳的突擊這樣子 對 但其實也不是雙打 因為男生其實這種動作蠻多的 對 除了女生例外 雙女單的部分可能比較少 通常會偏轉身居多 這個課表的重點就是在這裡 大概就這樣 好 那我們 我們 還有時間 沒問題啊 好 那我們今天還是一樣來play一下 我們商量完了 因為我覺得半場對全場有點勝之不武 所以我們的前11分打全場對全場 對 因為我們現在總共打幾場球你記得嗎 五場球是不是 有贏過半場球嗎 我們沒在怕輸球的啦 你認真打 好 11分過後換我們打半場 我們只要11分不要被灌到我們就有機會了 廖教練的單打秀 凸螢幕就獻給學長了 那學長的第一集也獻給我們了 好 沒問題 好不好 那就來 開始 不要多說 來 強的先方 好啦 那我們就開始了 寄了 二朋友 第一集 沒有對 二人 這不是戰術耶 這真的是地板實實的 我跟你說啦 偶爾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啦 就倒一下 擦個汗 好是不會罵 對手 對手 好是吧 好是嗎 好是吧 好是 好是吧 好 是吧 好是真的 好是 好 好 跟教教练打球 就是这么有趣 知道吗 各位观众有看到吗 出现了 绑鞋带战术 我们记错上一集有嘛 对不对 这战术很好 大家一起 好 绑鞋带战术 现在领你啦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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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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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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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 2 1 2 3 2 加油 加油 這個沒在演的啦 超累的 太低了 他怎麼動啊 啊 怎麼不行啊 這怎麼不行啊 這怎麼不行啊 高!高!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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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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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教你買那個氧氣瓶又有買 你有買嗎 或許我輸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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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他也沒有人可以幫我連貫 變成說 我其實要加速 他也一直在減速 好 他減速過後 他的防守位置又好了 我根本沒有辦法做有效的攻擊 學長你要不要坐著 你不要站著 因為我壓力 我沒有你 今天真的太累了 不站著了 好 這是我國中為什麼去轉雙打的一個原因在 這其實應該蠻多選手都會像我一樣 我其實不是沒有東西 但是 我每次要做加速 你都一直把我拖慢 對啊 那變成說我的攻擊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上課講的 我們連貫都連不起來 我防守擋過去之後 你也還是在拖慢我的速度 其實這樣很不舒服 其實你們不要看 比如說現在建議的周恩成 再次穎 王子維 還有嘉鴻 他們一些比較年輕的選手 他們在打好像都很輕鬆對不對 我跟你說 我在電視上看他們打 我也覺得我應該練一下就可以這樣子 今天真的被上一課 被膝蓋上一課 像我們這樣剛剛練完兩個課表 那有沒有什麼心態 因為畢竟你從現役的選手 然後剛退下來當基層的教練 其實那種感覺應該是最真實的 怎麼變成你那麼優秀的選手 那甚至經過這種羽毛球傳遞 會不會讓這些年輕的選手更早 找到自己的方向 找到自己的目標 那是不是會讓我們的國際實在成績 越來越好 因為其實我們台灣是羽毛球的水準不比 其實蠻好的 因為我們青年成績其實都不是 走得很好 對啊 那我們怎麼去把青年成績 繼續延續下去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心態應該是最重要的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戰鬥朋友說的 我覺得就是 心情吧 要保持上進跟穩定 很多時候練習類那是必然的 它是酷撞沒有錯 但是如果你想要打好的話 這專路確實它不好走 所以我來說很多人到後面 為什麼會突然狀況掉那麼快 甚至有的都原本都不錯 但是後面卻上不去 我覺得更多就是自己的專注力吧 因為現在可能外帶的影響多了嘛 可能大環境越來越好 到後面會讓人家分心 那分心之後選手的自律就很重要 你選擇打球那當然每個都一樣嘛 看能不能打出一片成績出來 看到後面自己的自律性 跟專注就很重要 很多我是覺得都分心了 其實現在羽毛球的狀況 跟我們以前差很多對不對 差很多啊 以前最大的就是 就是河庫與台電 那現在新的亞伯中豬 還有現在的泳源 泳源 其實現在球款蠻多的 所以變成說 在我們台灣認真跟泳泳老球 真的就是這些企業 再加上現在這些企業的機會也多 支援也多 國際賽的機會也多 以前你們打國際賽是不是很稀有 當然跟現在比起來真的是少很多啊 現在目前資源很好啦 然後就希望各位選手可以很珍惜的練球 真的要珍惜嗎 其實有時候現在看到他們在場上這樣打球 我也很羨慕 那種刺激的感覺 買不到 真的 現在是被羞辱的感覺 如果單打著腳步練不好 到底該怎麼辦 來 這個難題 像我剛剛這樣跟你打 是 腳步跟大便一樣 我要走 其實就是無非回到事情的原點啊 就是你必須要很努力的去改善去實踐它 其實我們現在遇到很多選手 他就是講了很多 真的你要花時間面對自己的缺點要改進的時候 因為辛苦嘛 就不要了 打嘴砲很厲害啦 不過打嘴砲這個工作就交給六教練就好了啦 真的要花時間去修啦 去練 因為畢竟選手嘛 年輕真的是很珍貴啦 再來讓我們年輕20歲回去齁 我覺得一切會不一樣 你現在的資源 對對對 當然這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其實學長不用說啦 因為我自己也算是一個蠻高拐的選手 就是有時候要練不練 對不對 還好有走貨啦 至少都有成績這樣 對啊 其實薛哥齁 在我第一次邀請他的時候 他就很阿沙里答應了 真的很驚喜 跟大家偷偷講一個祕密 你看他是不是很多什麼市井 雅井都錢八 講一下那時候錢八有誰 那時候錢八就 陶菲克 李宗偉 陳金 皮特蓋德 林丹 五千萬 三天合適 第八個就是薛仙儀 大家如果從以前看球看到現在齁 都會知道陶菲克是誰 那時候的林丹還打不贏 我是林丹換第二代的神 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實就非常開心啦 也謝謝今天苗栗獻立大同高中的薛教練 今天都帶著他們的小朋友來幫我們做一個教學的示範 對 希望說薛哥在基層 因為剛來到基層 對 其實基層很辛苦 就是要加油 那我相信你帶著球隊會越來越好這樣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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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下次再來找薛哥玩 真的非常開心 歡迎 因為我說薛哥要拍片喔 薛哥把場地什麼東西都準備好了 對啊 對 修也準備好了 學長什麼都準備好了 難得來嘛 對啊真的非常謝謝薛長這樣子 去做一個漁球的傳遞 因為其實我們的頻道是做漁球的傳遞 我們一起加油 因為我們都在基層 對 我們一起加油 好啦下次見啦 拜拜 好